第195集 一旁的李建成李二李元吉 也想明白这点 心中啊震撼不已 这个小子又小看了他 大家待在第一层 总以为李太太待在第三层 却没想到 他早已跑到三十层上去了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 难怪这小子 平日里总觉得他们三人笨 他们原因就在这儿 而此时震撼的众人们 要说最受影响的 便是三个豪身 雷曲 附魔 人心 彼此相互对视着 都从对方的仰魔之中 察觉到了一抹惊骇 这个孩童 不是一般人呢 本来觉得下归线 在他们和县城县位的合作下 打理的铁板一块 可现在听完李太的话 他们方才发觉这块铁板 被这个孩童一脚给踹烂了 如果真按照李太所说的来 下归线的粮价 用不了多久 便要跌价 雷曲甚至能想到 刘佩连去卖粮都不需要 只管去长安城一趟 将这个计划说出来 必然会得到朝廷的支持 到时候朝廷允诺了他 然后悄然越来更多的粮 就可以用粮食 从下归线豪身手中 不断地割掠钱财 等豪身们反应过来 发现下归线一时半会儿 不缺粮了 再想把粮食抛出去卖 那就是断崖式的跌卖 就算卖出去 本钱绝对跑不住了 更可能会出现 叫人绝望的亏空 一想到这儿 雷曲风魔人心 便是不寒而栗 目光惊恐地望着李泰 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 看着三人彻底大变的神色 李泰咧嘴露出一口的白牙 穷乡下人就是豪骗 真硬了那句话 只有唬得住 母猪也能爬上树 小郎君这话 这可谓是 这能发愧啊 平均一席话 省读十年书啊 咱下佩服 佩服 两久 三个豪身感慨了一声 齐齐站起身 冲着李泰 做一到底 看着他们彻底改变的态度 李泰从刘培暗渡上 拿起还未用过的筷子 夹着身前暗渡上的饭菜 放入口中 一边嚼着 一边嗓音稚嫩的 其实你府上的韭菜 也还算不错 悲曲赶忙举起酒尊 说道 赶一下敬小郎君一杯 李泰摆了摆小手 敬酒就算了 我年纪还小 不能碰酒色 嗯 雷曲覆魔人心 同时神色一争 目光怪异的看着他 不碰酒就算了 干什么你还带一个色字 你不碰酒啊 还能说得过去 确实没见你喝过酒 可是你没碰过色 那你身后那一大一小 两个小娘子 是怎么回事 察觉到他们投来的目光 李友荣有些羞恼 这个小皇帝 说话就说话 别乱说喜欢 送你个头啊 他们哪里知道 李泰说的是真心话 但感觉到真心话 好像没人信 李泰就有些惆怅 她娘的 要是自己穿越回来 年龄是十六岁多好 偏偏穿回来只有八岁 世间多少事啊 就是这样慌着慌着 就荒废了 那个 就在此时 刘沛忽然开口 眼巴巴的 看着三个豪身道 以前豆粮 什么时候给啊 雷曲偏头看了她一眼 笑吟吟作一道 好叫刘县令知晓 这一千斗粮 在下不给了 什么 不给了 刘沛文言神色大变 怒然道 你是想反悔 不不不 刘县令误会了 雷曲见她勃然大怒 干嘛摆了摆手 一脸耐心道 哎呀 在下的意思 是一千斗粮 对于下归线而言 是北水车薪 哪怕是将这些粮食 交给刘县令 刘县令觉得 它能有多大作用 在下愿意开在 小狼军的面子上 出手 将粮架压下来 附魔开口道 在下负义 人心跟着点头道 在下也负义 刘沛彻底的懵了 感觉自己的脑袋 有些不够用 这三个豪身 不打算给一千斗粮 而是愿意将下归线的 粮架压下去 给一千斗粮 和将粮架压下去 哪个付出的代价更大 谁都看得明白 想要压下一地高涨的粮价 别说是一千斗粮 便是一万斗粮 也绝对不可能 起步便至少 要几十万斗粮来算才行 等彻底消化掉 三名豪身的话 刘沛激动的 说不出话了 当然 他明白三个豪身 能改变态度的缘由 不是因为自己 而是因为旁边的 这个孩童 但三个豪身的 这一让步 让他看到了 被乌云笼罩的 夏归线 又拨云见日的一天 三位豪身大德 本官在此 替夏归线三万百姓 谢过了 刘沛深吸了口气 站起身 冲着三人 作一到底 身色凝重道 三位能为夏归线 这三万百姓着想 就算是立碑也不会过 听到这话 三个豪身 敢笑了一声 心中啊 却有种想骂人的冲动 立碑 你知不知道 现在提立碑的事 不是在夸人 而是在骂人吗 当初小皇帝 坐上皇位 从长安城的 五姓七望手里要钱 因为五姓七望 社稷想要给小皇帝难堪 结果小皇帝 反手就是一记立碑 把那七位家主 给治得服服帖帖 从那时候起 立碑之事 变传变天下 以前呢 都以捐钱立碑为荣 现在 立碑却成了 板上钉钉的骂人话 甚至有人骂人的时候 已经开始说 你等着 等我给你立碑 你敢捐钱 我就敢给你立碑 这类的话 话中的嘲讽之意 简直十足啊 立碑在一旁 听得也玩耳一笑 尤其是结合到 三个豪生脸上的表情 就知道 他们定然也听说过 长安城乐视技工的事 放下手中的筷子 问道 你们打算 怎么将两架压下来 威曲 腹膜 腹膜 人心 顿时神色严肃了起来 威曲 沉声道 好叫 小郎君知晓 我等三人府上的粮食 只要清晓下去 便足以将两架 降下来 能降多少 立碑好奇道 能降到十五文前一斗吗 这 雷曲有些尴尬 腹膜 人心 同样一脸的无奈 人心 一脸耐心的 小郎卷 有所不知 这粮架 我们就算是有心 让它跌到十五文前一斗 可是 却没有那个能力 真若是掉到十五文前一斗 且不说我们亏损多少 一旦风声传出去 林县各地 都会有豪山来买 那时候 小郎君的初衷 怕是要被他人利用啊 不怕亏损 而是担心林县有豪山 受购买卖 说明还算是有良知 丽太笑盈盈地看着他们道 这个办法 很好解决 我给你们出一个主意 你们且先将自己手里的粮 用一天时间 以稍微低一些的价格 先卖给林县 这样 你们不仅不会亏损 而且还有他证 微曲 附魔 人心汗手 随即刺耳轻听他继续说 丽太停顿了一下 随即继续说道 再者 你们将从林县买卖来的钱 以刘县令的名义 拿官文 去长安城皇家粮食 以十五文一斗的价格买粮 运到下归县以后 再以五十五文的价格卖出去 这样 你们还能从中再赚四十文钱 若是林县有豪身想买 就让他们买 他们敢买多少 你就卖多少 然后将盈利的钱 再以流线令的名义 去长安城皇家粮食 继继续买粮 买到的粮食 继续按照五十五文钱卖 这时候 林县应该会察觉到问题 就会有所收手 一旦他们收手 下归县的粮食 就会公大于求 粮价自然会跌落下来 这个时候 你们的动作不能停 从下归县 开始辐射其他林县 有哪些林县 在下归县买过粮的 你们就去那个县卖粮 这样 其他县的粮价 也会掉下来 李太笑着道 要知道 长安城的粮食 若是没有特殊渠道 是不能运出长安的 这是长安城 现在能稳住 粮价的原因 而你们三人不一样 依仗着流线令 这棵大树 你们想从长安城 拿走多少粮食 就能拿走多少 不会有人阻拦你们 横看树看 你们都不会赔一文钱 但其他人不一样 其他地方的豪山 若是想要以这种方法 去长安城买粮 那粮食就会砸在他们手里 他们定然不会这样做 如此一来 你们能获得高额利润 同时也能获得名声 你们意下如何 三个豪山 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不是觉得李太子天方夜谭 而是觉得 他说得太他们有道理了 当他们咬着牙 打算压低下归线的粮价时 已经做好了赔本买卖 可是没想到 李太子一番话说下来 三人顿时发现 这他们哪里是赔本买卖 这是大赚特赚 而且赚的钱 绝对比现在来得快得多 最关键是 稳健 下归线县衍衙中 县城县位 给他们开设的条件 想要从粮价上赚钱 就要先孝敬他们 现在在于对比李太开设的条件 简直就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累取覆膜人心 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异口同声道 我等 听小狼君了 李太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你们只要做 就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刘县令 就按照刚才说的来办吧 诺 刘县令欣喜地赶忙说道 随即又反应过来 诶 不对呀 自己怎么就硬末了 他妈我才是先灵啊 怎么感觉我成了跟班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